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但很多时候 它带来的却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治理黄河 曾经不止一次的 拖垮古代王朝 黄河一般分为 上中下游三段 上游两岸有大片冲击平原 引黄灌溉历史悠久 对宁夏来说 黄河意味着丰饶和富足 中游穿越黄土高原 携带着巨量泥沙 向下游奔涌 这些泥沙常年预期在河道上 形成了著名的地上河 比如开封附近 现在的河床 就比周边高出整整十米 非常奇特 跟长江中下游丰富的水汽不同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河流注入 实际上相当于一条细长的水坝 黄河下游河段 冲击塑造了华北平原的地貌 从前有过茂密的森林 丰富的湖泊沼泽 还有大象张子鳄鱼等各种动物 但随着对耕地的开发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 急速下降 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 以至于16世纪 中国引进每周作物 种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 养活了更多人口的同时 也加速了土壤侵蚀 但是到现在 华北平原还贡献着中国 40%以上的耕地 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地 所以中国人历史上 对治理黄河一直失智不渝 治河是挑战 古代王朝治理能力的艰巨任务 除了寻常的水灾 更要命的是 黄河还经常 绝口改道 每次都是一出悲剧 东周定王五年 黄河绝口 这是传说中的大雨之水后 有始可证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 此后 西汉 清蒙 北宋时 又发生了三次大溃绝 黄河多次改道 最让人难过的是 南宋时期的改道 当时为了防御金兵南下 宋朝军队 仍为扒开黄河低防 后来金军蒙古军 也一样化葫芦 造成黄河夺淮入海 曾经繁荣一时的淮河流域 顿时变成荒土 此后700年 淮河都失去了入海口 往南 注入长江 清代咸丰年间 黄河再度绝口 河道摆回北面 借积水进入渤海 使得积水这条古老河流 彻底消失了 济南济宁 这些历史名城 正是得名于积水 宋代以水带兵的自杀性做法 后来在历史上屡次重演 最荒唐的是抗战期间 国军为阻挡日军 扒开郑州黄河南岸的 花园口大堤 导致1200万人受灾 89万人死亡 治理黄河 于是成了一个西西佛斯式的任务 帝国强大的时候 就构筑河堤 随着泥沙淤积 抬高河床 就相应的去加高河堤 而当帝国衰败的时候 朝廷没有能力动员人力物力 去维护防洪设施 堤坝就溃绝了 19世纪初 单单维修河堤的常规费用一项 每年就占了清政府税付的10%以上 1855年 黄河溃绝改道后 清政府再也不愿意为黄河治理 投入更多资源 此后30年 黄河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 这次的改道 不仅让相关的草印体系和河道总督被废 更重要的是 它也导致古代王朝 第一次从黄河水利治理中退出 同时因为重农 而对华北平原的贴补 也被逐渐放弃了 国家政策从投资内陆 转向投资沿海地区 黄河带来的挑战是独特的 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流 含有这么多的泥沙 在历史上带来这么多的悲剧 有人就认为 正是因为黄河治理 中国才需要大一统王朝 虽然观点可能并不正确 但治河的历史 确实一直留存在 中国人的记忆中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式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